好 我們今天的訊息是講到情緒的醫治 我們在第七點是講到幾個東西的 講到醫治傷害 性情的醫治 還有負面思想 上一次是講負面思想 今次是講負面的情緒 情緒有很多種不同的情緒 其實很多人都會受情緒的影響 可以說沒有人受情緒的影響 不過多還是少 是挺長的 那在情緒分類呢 當我學這個感覺的時候 分開有五大類 那這裡就講了四類 都是負面的 那第一類就是glad 開心 這裡沒有寫的 glad 跟著就是sad mad 一起讀吧 sad mad afraid ashamed 那這四類都是負面的 那第一類就是開心 興奮 就是 著弱 這是第一種的 那其他這裡都是負面的情緒 那其實呢 有感覺跟情緒是分開的 情緒意思就是說那樣東西呢 是影響你 是持續在你的身上 當然不一定很持續 就是一段時間 而感覺呢 就是說我們人 每一樣東西我們都會有感覺的 有一個自然的反應 那通常說人有情緒問題 就是指到他繼續受這個影響 那才是說到他有情緒問題 就是譬如說他一時一看那樣東西 很開心 或者不開心 那這個呢 我們都不叫做有情緒問題 而是他繼續不開心整天 或者跟著他發猛症 打爛一些東西 那他有情緒問題 就是有內心的情緒 和行動的情緒 那這裡講到四大類的這裡 sad 憂愁 擔心 灰心 就是這些憂慮 這一類的情緒 有憤怒 那第三呢 就是害怕 第四呢 就是羞恥或者內疚 覺得很醜 或者覺得自己做錯很多事情 那這些呢 造成一些我們裡面的負面的情緒 而我們負面的情緒呢 是好像我們心中的老虎那樣的 大家有沒有試過在公開地方 當見到一個小孩哭的時候呢 留意有些哭是不同的 嘩 嘩 嘩 有沒有聽過這種哭 是不需要哭的 是他捏父母 就是要父母做什麼 捏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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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呢 就是他不願意走 他去買東西 在那裡不停哭 那這一種呢 就是一個 在他裡面控制的情緒 而有時候人就覺得 小孩子不緊要啦 無所謂啦 但其實這個情緒 由小時候開始呢 他就好像一隻老虎那樣的 一路大呢 他大過呢 大人就沒有人會這樣 嘩 沒有人會這樣 但是呢 他就會有另一個方法的 就是他裡面呢 就會一樣有這個情緒 就是原來呢 這個情緒 如果你不管你的時候 他就好像一隻老虎 那有些人就覺得 哇 當然是不開心啦 這樣的事發生了 那 一開始的感覺 是必然會有 但是問題是 你繼續不開心嗎 就是持續不開心的時候呢 就是在受影響了 那譬如這裡有一個圖畫 這個小朋友呢 就是他裡面呢 有一種悶症 所以如果中間 你們是會有小朋友的 你發覺這個情況 是需要更快的去幫助他的 如果你 就是你 你處理不成功了 你可以找我 或者找一些 其他的人去幫助你 雖然我呢 就沒有小朋友的 但是呢 有些原理都是一樣的 就是可以幫助大家 如何處理小朋友的問題 因為如果小朋友 從小時候都是發脾氣 悶症 怒躁 不開心 他這個問題 是會跟著他 一直跟著 除非他處理好 好了 但是很多人呢 就是讓心中的情緒 做生命的主導 我們每個人呢 我們有不同的方法 去帶領我們生命 我們信耶穌的人 用聖經 聖靈的帶領 但是有些人 是會用情緒 我上次曾經說過 很多人的思想 是根據他的情緒 哎呀我不想做了 我不想 我不做了 不開心 哎呀不拍拖了 分手了 離婚了 是出現什麼呢 是一種激動 是一個情緒爆發出來 於是做了一個決定 其實在情緒中 做任何決定 都是非常不智的 因為他裡面的情緒呢 真的呢 是好像波浪那樣的 是一時一樣的 是吧 情緒一時一個方向的 所以用情緒做先導呢 哇 真是非常危險的 好像這裡 這個圖 就是 左邊的人呢 就是他的怒氣 作為一種先導 他不喜歡 可能 右邊 這位女士 可能他太太 是有些事情令到他不開心 有可能他自己要求太高 或者他自己大男人主義 這個裡面就有怒氣了 接著呢 那個女人呢 就會怎樣呢 就怨氣了 即是心裡面有埋怨 那麼呢 他裡面就有一種埋怨 哎呀 為什麼會這樣呢 當然這個是困難的 但是呢 當他持續有一種怨氣的時候 就會影響他了 就是他生命的主導 就是他這個情緒 一直受影響 那麼有些人說 啊 很可惜喔 他真的 他的配偶是一個 令他不開心的人 那當然是自然不開心啦 那這個呢 是一個人的想法 就是說 事情順利 就會不開心 人對他不好就不開心 那時候呢 就是說他一輩子 人整定就不開心 是不是呢 其實神的心意不是這樣的 神的心意不是說 有困難就一定不開心的 就是我們怎樣 找出一個處理的方法 那麼很多人有一個定律 就是說 人不好 或者情況不好 就是一定要 情緒 一定要發生氣 一定不開心 當然啦 怎麼看啊 不是發生氣呢 有沒有搞錯 為什麼他這樣的時候 一定會不開心 覺得是定律 比如這裡左邊的男人 哇 他這樣當然要發生氣 右邊一個 哇 他這樣生氣 我當然要煩惱 下面一個 哇 真的很怨恨 我家人這麼多麻煩 就好像個個都是給情緒掌管的 好像很無奈的 這個是一個人心中的定律 但是不是一定呢 不是一定 其實我寫輕鬆得性呢 就是我在困難中 我就說 當我經歷聖靈喜樂的時候 我就經常有喜樂 接著呢 有人跟我說一些說話 令到我不開心 我就處理 處理了之後 雖然不是我做錯 我就認錯 我說如果我令你不開心 請你原諒我 那麼他都依然不開心的時候 我就不受影響 我就說我已經處理了 我就算了 那我就繼續起落 之後 其實我自己都曾經活在一個 是很多事情令我不開心的情況 但是我就決意 不給你影響 決意 選擇 起落 每一件事都可以處理到的 那這個就是給我 一個生命的提升 是一個神給我很大的恩典 所以我們 千萬不要這個定律 不是 你現在有說話 不是一定要不開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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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定要罵人的 不是一定要罵自己的 不是一定要怨恨的 不是一定要怨恨的 哈利路 希望大家記得 好了 到底你是給情緒掌控 還是你管理情緒 左邊就是給情緒掌控 有些人真的 天天都不開心 現在我發現一件事就是 不開心呢 是會成為一個長期的習慣 當你不開心的時候 是很難撇甩的 當已經每一天開始 有這種不開心的感覺 他突然起床 就自動會不開心的 其實我都試過這樣的情況 以前因為事奉同工 那些他的批評的時候 我就發覺一起來就會不開心 我還記得那時候 我曾經回來香港 很開心 哈 很開心 但當我想到實力之後 他回去 哇 立刻心重回 即是會 這種 是一種習慣 那我就開始去處理 開始去 依靠神 親近神 當我聖靈充滿之後 我就不斷宣告 其實我已經 所求的管家 是有一個中心 我已經起落的 我已經是努力去做 神喜悅我的 我又真是幫到人 我不需要不開心的 不需要煩惱的 不需要裡面不斷去說自己不夠好的 不需要自己指控自己 那我就一路處理 就是在一個情緒影響 其實我當時不是很嚴重的情況 但是 都是發覺那些情緒 有兩樣的情緒 一個就是壓力 就是受壓力的感覺 第二個就是 有種驚恐 不是我又不怕黑又不怕鬼 是怕人的負面說話 就會自動出現 並且後來有時害怕的時候 不是想到某人說的話 是自己無緣無故會害怕的 那我就告訴自己 我是不需要害怕的 那有些大家呢 就是可能做工啊 或者家裡有壓力 都可能自己不知道 為何無緣無故會害怕的 我曾經聽過 他已經幾十歲了 他發夢發什麼 忘記做功課 忘記考試 就是呢 其實那樣東西是已經過去 但是那種驚恐仍然存在 那要怎樣處理呢 這個是一個長期的潛意識的處理的 是需要每天告訴自己 我其實有足夠的原因 開心 我是真的很多恩典 神真的好愛我 神祝福我的 就算我有困難 但是神依然祝福我的 我是可以選擇喜樂的 那你選擇呢 在神裡面 所以我們每一次都盡量幫大家去輕鬆一下 在神裡面喜樂 然後你回家都是這樣喜樂的時候 當你有經歷喜樂 你回家繼續保持喜樂 那你就一路一路釋放你裡面的衝突 但是不過有些人就是這樣的 在聚會就喜樂 回家又是熱過 又壓力過 又不開心過 那這個呢 就需要我們刻意處理了 好了 右邊又怎樣呢 就是它裡面依然是有這些感覺 不過它已經順到它呢 很快已經處理了 好像這個人呢 可能大家都見過這樣的人 好像兵人 沒有什麼感覺 他就以為很好 其實不是的 因為其實他的感覺是壓抑了 其實都是屬於壓抑的 他是壓抑了 他是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這種感覺 這樣的時候 他裡面可能長期受到一種壓抑 也不知道他自己的情緒如何傷害自己 即是他裡面 不斷這種情緒在傷害自己 第二就是否認有情緒 他知道有 不過他否認 沒有啊 沒有啊 沒有東西啊 即是有時有些人會這樣 你問他有沒有不開心 沒有啊 很開心啊 即是神 我相信耶穌就很喜樂的了 但他的家人就說不是的 他有時不肯爭的 他有時發脾氣的 他有時不開心的 但他只會說沒有東西啊 真的沒有東西 這個是否認 即是他自己否認的存在 而第三就是壓抑了 就是明明有的 壓住他 這個很危險的 因為壓抑住 心就會很辛苦 長期這個狀態的時候 可以造成精神的問題 造成一個人是不能夠自由釋放 以及造成失去感覺的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不要麻木 又不要否認 不要壓抑 而是我知道有 不過我怎樣處理 因為我會講到的 很多人不知道 香港五分之一的人是有情緒病的 其實很多地方 很多人都有 尤其現在年輕一代 也有很多人有這個問題 年輕一代 因為他們經常都依賴 遊戲機啊 依賴一些刺激啊 所以我見到小朋友 他沒事做 他就很快就說很悶了 很悶了 很悶了 即是他的心裏沒有能力平靜 於是他心裏有很多的不開心 很需要人的認同 很容易發猛症 很容易受傷害 有很多人會有憂鬱症 憂慮 憂鬱症 驚恐 會害怕 社交焦慮症 很怕跟人交往 創傷之後的情緒病 或者強迫症 一定要強迫自己做某些事 我認識一個人 他 我跟他聊天 她在桌子上不斷問 我會否跌倒一些東西 我說沒有 你都沒有開過手 怎會跌倒一些東西 我說走啦走啦 車來了 來啦來啦 你給我多一會兒 又在那裡找找找 後來的車走了 上回去 她還在那裡找 她說我肯定是不是真的跌倒了 他心裏有種強迫症一定要做 有些人強迫一定要洗手 即是這些情況 如果大家發覺你有這樣的傾向 我都希望你找我們去幫助你 也都是你要自己處理的 其實任何人幫助你的時候 你都要繼續自己去處理 凡是有這種情況 我們裡面是需要醫治 是需要釋放的 好了 負面的情緒是一定有破壞性 聖經都告訴我們 一起讀一下 有些講到害己 有些是害人 真言十七章二十二節 喜樂的心愛是良藥 憂傷的靈屎骨敷乾 即是憂傷性的人會敷乾的 你看到有些人憂傷得多 面容很敷乾 皮膚很敷乾 皮膚沒有彈性的 所以你想皮膚有彈性 就不是只塗化妝 而是你開心的時候 你的皮膚仍然有彈性 害己 真言十四章三十節 疾度是骨中的瘤爛 就是一個人持續的疾度 不喜歡某個人的時候 他裡面好像是爛出來的 害人 真言十二章十八節 說話浮躁的 如刀是人 他裡面猛爭 猛爭就有行動 就是他很浮躁 說話的時候好像刀刺人 然後呢 抑壓的時候 也會害自己 在詩篇三十九篇第二節 我默言無息 連好話也不出口 我的仇苦就發動 這個經文說到 他不出聲 連好話也不說 壓抑住 為什麼呢 因為可能有人迫害他 有人傷害他 心不開心 於是就不說 不說 越不說 心就越壓抑 其實凡是一個人 不在自由的狀態 不能夠自由釋放 那種壓抑的情況就會加強 就是他越不出聲 他就越嚴重 越嚴重他又越不出聲 越嚴重是一個循環的 亦都跟著影響身體 身體不舒服 跟著又更加憂傷 但是我告訴大家 這個情況不是叫大家憂傷 擔心 而是說是有慢慢的醫治 但是我要知道這個情況 有什麼後果呢 就是做人辛苦了 反正做人 為什麼要這麼辛苦呢 其實輕鬆一點更好 是不是 你有沒有發覺 你有時做一些東西輕鬆一點 是不是果效好一點 對 對 但是有些人總是要給自己壓力 或者經常都認不住 別人給自己壓力 很怕著別人怎麼看自己 於是心裡面就給自己壓力 但是當你說不要緊的 就算我錯也不要緊的 不是很大件事的 這樣的時候心就鬆了 我自己經常告訴他 不要緊的 輕輕鬆鬆 就可以軟輕鬆在神裡面的輕鬆 不是就是 有些人就輕鬆的時候 打遊戲那種輕鬆 不是那種 是在神裡面的輕鬆 這樣的時候 有什麼負面情緒 就不能發揮生命 很多人就是一生人 其實他有很多的潛質 但是他發揮不了 因為他裡面的負面情緒 好了 容易有情緒問題的原因 覺得負面情緒是 生來就有了 哎呀我生出來就是這樣了 不行的了 改不了的了 不能變的了 這個就是覺得整定的 當然我們人人都有情緒的 但是問題就是 生來都有 但是我們都可以有能力處理的 不是一定要活在情緒裡面的 接著就是覺得呢 有情緒是正常反應的 意思就是 他罵我當然是罵他 他生氣我當然是生氣他 當然是不開心 當然是煩 就是覺得是必然的 這個也是不對的 就是我們是可以處理到的 第三是人家的 人家帶來他衰的 經常都是老公衰的 老婆衰的 經常都是子女衰的 那時候呢 賴人就不是自己去處理了 第三呢 太難了 哪裡可以的 聖人才可以的 我都不是聖人 怎麼可以呢 但是其實不用的 耶穌是幫助任何人的 第四呢 第五呢 就覺得 信耶穌都幫不了 信耶穌是上天堂的 跟這些沒有關係的 有很多人呢 就不相信心靈醫治 覺得沒有關係 其實耶穌真的幫到我們 耶穌真的 為什麼經歷聖靈這麼厲害 就是經歷神的平安 興散 釋放 醫治 讓我們的心能夠興散 所以經歷聖靈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想我幫大家去感受到聖靈以後 你每天去享受神呢 你就能夠得適方了 好了 感覺和情緒以後有不同的 好了 譬如有個人有 是有些感覺 不開心 有些急 有些懶惰 不處理左手邊是不好的 不處理或者處理方法不好 接著怎樣呢 有負面的情緒 就會有一個持續的情緒 接著呢 他就有負面的行動 譬如說 譬如有人罵他一句 他不處理 他不處理好 或者他的心裡面 哎呀 好壞呀 為什麼他這樣罵我呢 他的心很生氣 那生氣之後呢 裡面的怒氣就一路漲 澎湃 越來越大了 然後呢 他就開始報復了 開始生氣他了 這個就是一個負面的行動 就是他持續有這個情緒 好了 右邊又怎樣呢 有這個感覺 他是罵我 處理得好 他罵我而已 那麼他的問題又不是我的問題 他犯罪 為什麼我要受苦呢 是他的問題 所以不放在心上 還有呢 親人神得力 然後呢 平安喜樂 正面行動 反而能夠祝福他 這個就是 就是一個感覺 並不代表你一定是在一個情緒裏面 是在乎你怎樣處理的 那要說到身體各部分呢 都是受我們的情緒影響的 還有受我們的思想影響 當你有情緒的時候 腦部受影響 就是你發覺那些人有情緒病 很呆滯的 他想法會很緩慢 還有會很錯貌的 就是想起那些思想模式 又想起那些人都害我啊 哎呀 有些人會 就是有些人跟我說 我經常走街 有些人在那裡偷我 他們穿黑色衣服 我走過他們就背向我的 他們呢 是在那裡埋伏的 我去到那裡都見到他們的 就是有些人就會這樣說 那就是他一個負面的思想 影響了他的腦 就是不正常了 接著呢 就會全身影響 那第一樣東西就是消化先的 第一樣呢 就是馬上不開胃 馬上就 就是 馬上吃東西不開胃 可能有些人會吐舌 那一路順著試著看 心血管 就是血管 心臟、血管 心臟就要吐著 壓著 有些人不開心是 就是 不是真的心臟痛 就是不是心臟痛 但是不開心的話 心臟會痛的 它會影響心臟 會影響血管 譬如你一怕的時候 那些手會冷了 就是血管 它會收縮 會影響皮膚 影響呼吸 譬如緊張的時候 會很急速 影響賀爾蒙分泌 所以 有些人在情緒的情況 整個身體的荷爾蒙 譬如女性的荷爾蒙 分泌就會很不穩定 排泄 有些人聽到 每天有大便 覺得 這麼好的 有些人不是每天有的 很多因素 因為 一些是因為食物 也有時候因為情緒 影響 因為腸胃是很受心情影響的 肌肉也不能夠自由 不能夠輕鬆 沒有什麼彈性 神經也都是反應遲鈍 或者是 他的身體也會有些麻痹 不同的受影響 其實整個人有影響 我們整個人 是適宜活在神的愛中 神創造我們 是適宜活在神的愛中 不適宜擔心 不適宜有淚 不適宜發怒的 所有這些不好的事 全部都會破壞我們整個人的身體 每一件事 神創造我們 是適宜活在他裡面 被情緒掌控的人 是好像波浪一樣 打過書一章六節 只要憑著信心求 一點不疑惑 一直說 因為那疑惑的人 就像海中的波浪 被風吹動翻騰 第八節 心懷意義的人 再看一切所行的路上 都沒有定義 即是 一個人當他疑惑 心懷意義的心 是走來走去的時候 就好像海中的波浪 是經常轉動的 情緒的人就是這樣 經常轉動的 一會兒又不喜歡去 一會兒去到又不喜歡 一會兒說 我想去做甚麼 去到又不想做了 一會兒又喜歡這個人 一會兒又不喜歡了 時事改變的時候 很受影響 對神也都會 情緒化的人 經常都會對神 懷疑 生氣神 雖然人會有不同的情緒 但管理好的時候 在耶穌裏面 就可以起落 可以有平安 首先就是神的恩典 和愛幫助我們 所以第一樣是神的幫助 神的心意是我們活在平安 神的心意是我們個個都開心的 一起講 神的心意是我們個個都開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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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V90篇14節一起讀 求你使我會早早飽得你的慈愛 好叫我一生一世歡呼喜樂 肥罗比書四章四節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 我再說你們要喜樂 其實原文是沒有個要字的 Rejoice in the Lord always 在主裡面喜樂 加個要字 你們要喜樂 其實這個翻譯不是那麼好的 要喜樂 你要開心 不是的 開心 在神裡面開心 就是這樣 在神裡面很開心的 神的心意是我們早早吃飽神的慈愛 神真是愛我們 但是基督徒往往 在情緒裡面是不會相信神的愛 經常都覺得神不愛自己 但其實神的愛是很真實的 我們每一天吃的東西感濟神 睡覺那麼舒服感濟神 基督自然界那麼美 感謝神 感謝神 我們身體那麼奇妙 感謝主 整天的時候想到神的愛 就享受神的愛 就叫我們一生一世歡呼喜樂 所以神的心是天天開心的 天天開心笑的 靠主 其實靠主翻譯得不太好 這個是rejoice in the Lord 在主裡面 即是甚麼呢 在主的關係之中 在神的同在之中 來起落 即是跟神的關係帶來起落 好了 還有神呢 叫每一個跟從祂的人 都是很尊貴的 CB139-16節 你所定的日子 我上面有一天 你都寫了你的賊償了 神啊 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 其宋何等眾多 就是神已經寫了在身邊賊償 所以我們每個都是很特別的 當我們這樣深信的時候 即是好像你是皇帝仔皇帝女 當你是一個皇帝仔皇帝女的時候 你知道你的父皇 一定為你預備好了 那你就每天都說 神為我好美好的預備 所以我不用擔心 不用憂慮 神一定為我開路的 譬如我自己呢 對於我的前路 譬如我都講到 這個婚姻婦道課程 我想在不同地方做 這個都是神給我的意念 到底甚麼時候做回 甚麼時候做甚麼呢 有時候我會說 會不會我失去了 即是做不到神的計劃呢 那我說神啊 你負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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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就 很害怕 但其實不用 神已經寫了在天上 已經會幫我們 所以我們可以 平穩安靜一起講 我們可以平穩安靜 好像斷過奶的孩子 在她母親的懷中 在她母親的懷中 嘗試看 黑文雅 好像享受 在母親的懷中 啊 神會照顧我的 沒有什麼需要擔心 放鬆 沒有什麼需要擔心 神照顧了我的 哈利路亞 神有計劃 神又會提我 神又會幫我 只要我親近 信服她 神就會成就她的計劃 哈利路亞 好 大家開眼了 看一個圖 一個小公主 現代的公主 很漂亮 穿得很漂亮 你覺得 哇 她真的很 哇 我是公主就好了 但其實我們每個都是 我們每個都是很寶貴的 經常都會告訴自己 我是很寶貴 其實我每天都會告訴自己 我是很寶貴的 我可以給神大力 所以已經祝福了很多人 感謝耶穌 神又每個都記得 每一個幫人 但其實我不是經常打算 神紀念 所以我就去幫人 我就是很樂意去幫人 而神是記住的 所以我心裡是很興省的 還有呢 神是祝福所有跟從祂的人 6章33節大家都很熟悉 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者 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 就是我們走神的路 求祂的國 祂一定祝福的 所以 你們是否先求神的國 你來這裡都是想學習 想服侍 當你服侍的時候 你願意祝福人 神就將一切交給你 所以神一定會照顧我的 其實我們每天的心態呢 你可以怎樣呢 好似個小孩子 神今天會帶著我做什麼的 神今天會祝福我的 神今天會使用我的 神今天會使用我的 每天都想著呢 就是天父呢 現在帶著我走 想著自己的小孩子 祂就會照顧我 會搞定的 一起說 神會搞定的 什麼都不用擔心 什麼都不用憂慮 輕輕鬆鬆 倚靠耶穌 自然就結出果子 自然就結出果子 阿里路亞 阿里路亞 有些困難呢 其實那些困難 很多時候我們自己 將自己放在困難裏面 神會一步一步 會提升我們 創世紀39章2節 有一室 住在他主人 埃卓榮的家中要 與他同在 他就百事順利 你經常有神同在 你就百事順利 神就凡事 祝福你了 好了 怎樣靠主在情緒上得勝呢 第一 深信 聖過情緒 是勇敢的 不輕易發怒 聖過勇士 自伏己心 強如取成 真言十六章 32節 我今天 處理我的情緒 是得勝的 是強壯的 我又可以靠耶穌做得到的 心裏說 可以做得到的 我們一起說 我們可以勝過我們的情緒 可以處理我們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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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勇敢的 阿歷獨 阿歷獨 還有親人神 是會帶來平安喜樂的 神裏面是有平安喜樂 詩編十六篇 是大衛的詩 我很喜歡的 我很喜歡大衛 我又很喜歡他的詩 八節九節 我將耶穌常擺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邊 我便不自然道 因此我的心歡喜 我的靈快樂 我的肉身也要安而俱全 在這裡說到 心歡喜我的靈快樂 我的肉身也要安而俱全 每天我希望大家享受神 阿歷獨 我是無福的 每天都告訴我 我有很多恩典神 為我預備 這不是阿Q精神 是真的 因為神是真的 你相信神是真的 相信神是真的 幫他跟從他的人 既然相信 即是不用擔心 神一定會為我們開路 所以其實在神面前 他一定幫我的 神的同志 就會帶來平安喜樂 還有別人對我們不好 不要緊的 詩編二十七篇十節 我父母離棄我 也說必收留我 神會照顧我 不用擔心 人對我不好 沒有問題的 還有當日對我們不好的時候 神仍然能夠祝福 雖然在困難中 有些人當 我們當初有些家庭 有問題的 但是神依然是會幫我們的 創世紀五十章二十節 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原始好得 要保存許多人的聖命 成就今天的光景 神定義祝福的 幾困難都好 你依靠神 神就定義祝福的 阿歷獨 這些大家都聽過了 講到處理人的問題那裡 這個黨處理程序都很有幫助 如果傻佬罵你 你不用放在心上 世人不是個個都傻 不過個個都有罪 所以都會罵人 不需要放在心上 不用因為他而受傷害 是他的問題 不是我們的問題 還有呢 負面說話要劃清界線 不用放在心上 但是同一個人就不要劃清界線 同一個人就要祝福他 但是呢 他的說話 他說你沒有用 不要放在心上 你要告訴自己 不要放在心上 這句說話 不用放在心上 但是很多人呢 就不是 人家說他負面說話 你沒有用 回去慢慢想 唉 我真是很沒用 唉 人都不喜歡我的 沒有人喜歡我的 都是不行的 這個就 不好就吃光 神的說話就不吃 神的說話要吃光 人的說話 那些不好的就不要吃 好的我們就要吃 但是同時祝福他 而負面的聲音 只是留在空氣幾秒鐘 就由他消失 他說完 那聲音就沒有了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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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的 不舒服在心上 不要緊的 但有些人很喜歡 將他存留在心中 幾二十年做什麼呢 所以呢 傷害性的說話 就是垃圾 就要倒 分別 但是你不要說那個人是垃圾 他的負面說話是垃圾 但是呢 那個人不是垃圾 而處理情緒呢 有個ABC的理論是好的 其實 這個是一個很自然的理論 聖經都有的 A就是困難的事情 B就是我們的信念 跟著C就是我們情緒的後果 就是說 你信什麼 你就會有什麼後果 我們有一個例子 譬如有一個人不開心 他就信靠他的感覺 覺得我不開心 哎呀好慘啊 我真的 啊好煩啊 就覺得很大件事 就好像看重他的感覺 覺得很難被醫治 不行的了 哎呀我天天都不開心 很難搞的了 當他這個信念的時候 那個後果是什麼呢 那他繼續就低層 就沒有出路了 但右邊呢 就怎樣呢 就算我不開心 神都愛我的 大家一起說 就算我不開心 神都愛我的 神都會醫治我的 神都會醫治我的 那時候呢 就正面處理 就逐步被醫治了 那時候呢 就一直越來越好 所以我們留意自己的思想模式 是不是經常 給自己一些不好的東西 自己吃呢 是的時候 我們就給一些好東西 如果一些不好的東西 就分辨了 就不好吃了 大家吃東西 會不會分 把那些不好的東西倒了 你吃魚的時候 就是把骨子倒了 你會不會吃骨 把肉丟掉 你會不會吃骨 把肉丟掉 你當然不吃骨 吃肉 但是有些人呢 就吃骨 那些不好的東西 就在那裡吃 整天噴骨 整天都很辛苦 那為什麼要噴骨呢 那些是不應該吃的東西 你會不會吃骨 得性報告 記得嗎 第一 留意 負面的思想和情緒 第二 深信破壞性 非常好 深信破壞性 第三 用聖經來處理 第四 親近神得靈 第五 持續選擇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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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 告訴大家 我真的 我都講過 曾經因為我被人控訴 被人說負面的說話 心自己會不開心 那我就不斷告訴你 神愛我 我不需要這麼不開心 神看了我的 神是在我心裡有奇妙計劃 我正在祝福不同的人 那我就不斷告訴你 我已經開心的 哈利路亞 阿利路亞 就算你沒有這個喜樂的靈 你都可以笑 神並沒有說到 叫我們不要笑 不要說到你笑是傻的 祂說你要常常喜樂 所以你可以想一想天堂 可以笑的兩種 一種是靈的喜笑 一種是思想的喜笑都沒有問題 聖經說你們要喜樂 不一定是靈的喜樂 思想的喜樂 哇 我有天堂真是好 哇 有天堂 哇 真是好 那時候不用捱世界 現在都可以不用捱 現在都不用那麼辛苦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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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笑了 如果你還未能夠自由 好笑你就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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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慢慢就會變得笑出來 負面情緒 譬如你覺得很低層 用聖經觀念處理又怎樣呢 思想神的恩典 感恩 神很多恩典的 什麼 神幫我的 神祝福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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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祝福的 Kait友 нормально 河他 har соб虜 recognizing 如果眼淚是結塌塌 你哭的時候結塌塌流出來就不太好 而且你洗東西用水 因為都是神的愛 我和太太也很喜歡拍的花草樹木 那些照片 我發覺水珠真的很亮 我以後給你看 水珠在花上真的很亮 有些真是很像珍珠 有些好像鑽石一樣 是很亮很亮 神所創造的水珠 都是很亮的 神的一面真是好 吃的東西的時候真是好吃 這樣就是神 神真的很愛我的 就是經常說給自己 神很愛我的 就算低層的時候也說 神在愛我的 神在我的生活裡有奇妙計劃 是很奇妙的 神一定未出爐 有被人罵也好 別人不用被人罵了 所以我們選擇朋友很重要 以及我們選擇判友很重要 選擇錯了你一生被人罵就很淒涼 不過你對他好你就慢慢越來越少罵 那你未結婚的你就不要明知故入了 但是很有趣的 結婚的人就會勸告那些未結婚的人 你小心一點 不過有些結婚的人都是 他自己經常被人罵 他都經常要別人結婚的 其實慢慢來 先看清楚 那些未結婚的人很想進入 進入之後有時候覺得後悔 其實我們看清楚一些 如果他在婚前是這樣 他婚後通常會加強 就是通常來說 如果婚前處理不了 即他婚前的時候會發脾氣 他婚後會更加發脾氣 通常都是這樣的 通常他們都是說戀愛的時好很多 結婚之後不好 就是因為他的問題一直持續 所以我們 即真是 當我們未結婚的時候 我們就一定要走在神的寺意裏 如果結婚了 我們都不要介意 其實很多時候是雙方的 我們不要介意對方那麼多 不要那麼緊張很多東西 不要那麼緊張他的東西亂擺 你越罵他就越多煩惱 越懵惱 所以你不能由他 你跟他收拾就行了 那你做在他身上 做在耶穌身上 那你就覺得好 你收拾屋就是為耶穌收拾屋 這樣的想法 那你就會開心 你做得開心 神就歡喜你了 神有一生命有奇妙計劃 神一定預備出路 一定會搞定的 讚美神得力 阿里女人 我選擇感恩 這個就是一個模式 希望大家用這個方法來處理 在這些實際的方法一起讀 深呼吸 思想和宣告神的應許和恩典 想或做一聲令自己喜樂的事 有時你很低層的時候 你是做一些你開心的事 除了晚餐吃雪糕 晚餐吃肥膩的東西 除了那些之外 晚餐買東西 你去沙灘玩一下 跳一下 去做一些你開心的事 笑一下跳一下 找一個好的朋友 一個好朋友 一個好禮物 一起兩個去沙灘 笑一下笑一下拍一下 開心一下 相信我的情緒是可以被管理的 可以的 一起繼續讀 相信被情緒管理會有破壞性 我不想令我周圍的人不開心 這是另一個意念 就是我不開心的人都不開心 別人不好 關我事 我何必舒服我的情緒呢 刻意放下負面情緒 實際去解決問題 而不留在低層中 即是實際去處理 不是留在負面的情緒之下 好了 我們講完這個潛意識 潛意識 潛意識是甚麼 就是一種不開心的感覺 一種重淡的一種煩惱 長期留在心裏面 造成一種自然反應 負面的情緒 也都會在心中留下一個回應 即是一個心裏面的潛意識 就好像我曾經說過 我曾經給同工的壓力 他負面的說話 裡面就造成一個潛意識 就是覺得人們看到我的不好的東西 就會不喜歡 就會批評 就會有一個潛意識 其實很多人都會有這種潛意識 覺得做得不好 就會有人說 這也是一種潛意識 一種不健康的潛意識 我們的潛意識和潛意識 就像冰沙 顯露出來就是少許 就是我們的表現 我們發的夢 或者有時反應 潛意識潛伏了一個問題 聽起來好像很恐怖 潛伏了這麼大的問題 那怎麼辦呢 是可以一步步處理的 好了 潛意識的表現 第一 容易受傷害 那些人說什麼話 他都很容易受傷害 那就是他裡面 那些傷害沒有被醫治 他總是覺得 每個人都在傷害他 每個人都在看少他 所以別人說什麼話 他就很容易受傷害了 然後很容易負面 什麼都想不好 什麼都悲觀的 就是因為他以往 那個悲觀 那些負面的經歷 在心裏很重 很強烈 很容易懷疑人 那些人會害我 那些嚴重的病態 到了年紀大 有些人又會說 那些家人要下毒 在我食物 就是會有這樣的情況 或者鄰居 這個我經常聽 鄰居經常打我這張牆 經常打地 經常打地 這個就是他裡面 有一種懷疑人 覺得人對自己不好 如果我們開始有這種感覺 我們一定要處理 即是開始覺得 那些人害我 對我不好 他們的組員對我不好 他們是不喜歡我 我們一定要處理 如果他們不喜歡 是他們的問題 不是我們的問題 然後就很容易為自己辯駁 一說什麼的時候 冷靜解釋 而不去聽到對方的感受 我有一個例子 譬如有時候 那個太太說 告訴那個丈夫 我說話你都聽不懂 他沒有聽那句話 我說的時候聽不到 他只是為自己辯護 他怎樣回應他 我聽不到你說 請你再說一次 我留心聽 你幫我能夠明白你的意思 他就回應那句話 而不是說 沒有你 你是你的問題 不是我的問題 這就我們留意了 就是有沒有為自己辯護 很難相信神的愛 神怎麼會愛我們 這麼無條件愛我們 還有好而作 發惡夢 那時候 潛意識 曾經受傷害 譬如潛意識是覺得沒有人愛他 有什麼表現呢 自卑自憐 我真的很慘 這就是覺得沒有人愛他 沒有人喜歡他 我真的很可憐 很慘 這就是覺得沒有人愛他 或者很依賴人 有些人 哇 因為有個朋友 馬上拔到他 實在 為什麼呢 或者拍拖 有個對象 哇 馬上拔到他 實在 為什麼呢 因為他沒有 覺得人對他不好 所以有一個好一點 哇 這個人不放得手 哇 那個人就覺得很慘 哇 經常拔著我 這也是一種的表現 就是他裡面 沒有一個 不覺得他自己是一個健康的人 他需要拔著人才行 容易受傷害 覺得人人都不愛他 這些表現是顯示出他裡面覺得沒有人愛 其實我可以說 很多人 很自然地會覺得自己是不備愛的 很自然地 這個是需要我們真的刻意告訴自己 神愛我的 神祝福我的 神體重我的 去讓我們心裡面裝滿愛 容易盲目結婚 哇 有個人都很好 快點結婚了 千萬不要失去他 失去他很慘 沒有別人跟我結婚了 這個就是 盲目結婚了 那時候的後果就很嚴重了 沒有信心 即是對人沒有信心 對神沒有信心 因為覺得不備愛 還有神都不愛我的 神都不會體重我的 這個就是人裡面的一種 沒有人愛我們 好了 另外一種就是 前結識是沒有用的 我經常做錯事的 那有些什麼表現呢 經常都會自責 哎呀 我又做得不好 我又忘記做什麼了 怕別人批評 別人一批評 說自己不好 立刻就會想很多事情 哎呀 他又不喜歡我 我又做得不好 對自己有很高要求 因為想達到 想好一點人 做得好一點人 對配偶兒女 和周圍的人 都有很多要求 通常這樣的人 就是他自己做不到 他就很想周圍的人做到 容易對人有批評性 和容易失敗感 就是覺得自己做得不好 那詞意識就是我無用 另一個詞意識就是 覺得人人都不好 怎樣呢 他有什麼反應呢 就是批判人 經常都說人不好 憎人 講人的閒話 一起聊天的時候 就總是數人的不好 譬如有時 有些太太走在一起 最喜歡說什麼呢 哎呀 我的老公我真是壞了 他也是我 我也是很壞的 就是呢 整天都是講閒話 那當真的這樣的時候 怎麼處理呢 就需要去處理 而不是要講閒話 不信任人 就是覺得人不好 所以很難信任 奮世窒族 這個世界沒有人好的 也都不信任神 因為為什麼呢 覺得神都是好像人 很少人 其實神是一個很好的神 很愛我們的神 但是很少人 真的信了神 不愛我們的 我自己是經常都說 神真的很疼我們 神在我們身邊有奇妙計劃的 每一句經文都顯示出 神的那種愛 我經常都告訴自己 神不斷愛我 所以我裡面 是很舒服的 我就覺得 神會搞定 不用擔心 總之我聽他說 一步步 神就會祝福我的 我心裡面是很輕鬆的 我希望大家都好像我那樣 很信任神 既然祂是神 神必須信任 既然祂是全能 可不可以信任祂呢 既然祂那麼愛我們 可不可以信任祂呢 可以 祂全部又愛又有能力 又肯幫我們 譬如祂有愛又能力 不過不肯幫我們 有些人很有愛心 不過不輪到我們 但是神又輪到我們 所以我們就信任神 有些人受傷害未得醫治 他有什麼表現呢 他沒有醫治 他就會覺得 人人都傷害我的 人人個個都不好 那就是憎恨人了 怨恨這個世界 世界都是不好的 容易發洩怒氣 有些小孩子 我記得有一首歌 踢爆汽水罐 其中一句 不知大家有沒有印象 就是顯出青少年那種心態 就是心裡有一種很強烈的憤怒 很強烈的不開心 其實我們看到香港現在都有很多人 很強烈的不開心 很強烈的憤怒 在他裡面發出來 心中傷痛 在裡面經常都傷心 覺得世界不公平 神不公平 神對那個好一點 對我又不好 這個就是 他控訴了神 而且容易發惡夢 因為他的傷害未得醫治 經常會有些惡夢 這些是一些例子 即是說 自己的傷害 對人 對自己 以及自己沒有愛 這些是一些常有的潛意識 大家聽的時候 不覺得好像 原來都有份一樣 所以我們需要培養一個健康的自我形象 健康的潛意識 醫治潛意識 第一 其實這個過程就好像醫治傷害 是 這個其中一個方法 是有幫助的 就是 第一問神我有什麼經歷需要醫治 我有什麼潛意識 比如小時候一直被人傷害 你去那些情境 接著就回到那個經歷 感受那時候的傷痛 或者感受那時候的失望 感受那些人的傷痛 然後相信耶穌當時都在身邊 因為聖經說了 祂是時時跟我們在一起的 祂是未創造我們 已經認識我們 然後第四 就是相信耶穌為我們承受了那個傷痛 所有的傷痛都落在祂身上 第五 問耶穌當時有什麼對我們說 就是耶穌有什麼安慰的說話 耶穌有什麼對我們說的 鼓勵的說話 然後第六 就是向當時的自己說安慰的說話 去回你以前小時候的我 小時候的自己 其實你將來祝福很多人 你很寶貴的 你知不知道 你不用不開心的 你很特別的 你將來會大大給神使用的 你可以很開心的 雖然受傷害 不過有一天都已經得醫治了 你跟小時候的我 自己跟祂說話 你可以拿自己一幅小時候的照片 看看自己小時候的樣子 那時候都可能有些傷害 你就跟祂說 其實你將來祝福很多人 你不用當時受這些傷害 然後看書和揚書 傷害我們的人 其實他們都是受很多傷害 所以他們會傷害人 不用覺得他們這麼巨無霸 他們不是巨無霸 他們其實是受很多傷害 是裡面 表面好像很兇 其實裡面是很脆弱的 對過去的傷害放手 放手 不要緊 這些傷害不要緊 宣告神的大恩 叫神的愛醫治過去 那你一路醫治的時候 裡面的潛意識就一路步一步 時時給神的愛 深信神的愛去醫治我們 那時時宣告 不同的宣告討告 這是一些例子 我們一起讀一下 神極愛和看重我 神要大大使用我 我親近為尊重神 就必定無福 靠著神可以輕鬆喜樂得勝 我拒絕任何負面潛意識 負面思想和情緒 這個也是用得勝負面 我們現在不看了 好了 很重要的就是 處理負面的 就是要培養正面的潛意識 怎樣是正面的潛意識呢 就是讓那些裡面 不是裝弱的傷害負面的 而是正面的 每天想聖經的話語 和詐欺 經常想 神在愛我的 神在看出我的 神要祝福我的 經常告訴自己 神現在陪著我 神在看著我的 我當然是這樣的 因為經常宣告神的尾線和恩典 經常對我很好 經常祝福我的 神的應許進入了內心 經常說 神應許了我保守我 神應許使用我 神應許建立我 第四 刻意建立正面的思想程序 經常都有正面的思想 欣賞自己的進步 你真的進步得好 以至有天你發夢 開始是會開心的 以至你自動的反應 覺得我真是被愛的 這個好像很難 人的自然反應 人都不太喜歡我 這就是一個潛意識 不健康的情色 你能夠一下 你未到那個階段 你自己告訴我 神很喜歡我的 神一看到我 神一看到我便在笑 我是很蒙福的 我很特別的 全世界自己的我 即是經常跟自己說 說到自己全都相信 即是裝滿這個 健康的潛意識 亦都如果你周圍有的人 譬如你的丈夫配偶 或者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你的弟兄姊妹組員 培養這種關係 經常說正面的話 經常欣賞他 以至你經常入心 起碼我知道有一個人這樣愛我 即是說有一個人 經常跟你說正面話 起碼你知道 神愛我 和地上都有起碼一個人 和二目師愛我 還有很多的祖長愛我 那時候 你就會在心裏培養這種 正面的潛意識 讓你很自然地會笑 我很欣賞我太太的樣子 就是她在後面 我一說去做些什麼 我一欣賞 很開心 笑得很漂亮 很自然的 很自然的 你有沒有發覺有些被父母愛的小朋友 父母說去哪裏旅行 吃東西 很開心的 但有些小朋友不懂得這麼開心 因為她經常被父母說不准 禁制 我曾經有一次見到有個小朋友 跟爸爸說我想吃雪糕 那爸爸 立刻不敢出聲 不可以說 不可以說吃雪糕 這就是一個經常都是禁制 不准的 人的狀態 心裏裝了這些東西 我們這陣子 我們去祈禱神 幫助我們 把我們的負面情緒 讓耶穌的平安去治理 讓耶穌的平安去治理 我好看著你 你在我心中是非常之寶貴 神跟我們說 我因你歡欣喜樂 默而愛你 此因你喜樂而歡呼 神跟我們說 神真是因為我們要歡呼的 所以我們可以讓那些勇意 連入我們的心 神現在在歡呼著 神現在在開心著 因為神看到我們這幫弟子 真的很乖 來到神以前 很願意學習 很願意處理生命 很願意給神使用 神是很開心 神因為我們歡欣喜樂 而愛我們 神因為我們歡欣喜樂 而愛我們 我是耶穌的情人 是耶穌的新娘 是耶穌的新娘 我是很寶貴 耶穌不想看到我們不開心 耶穌不想看到我們在憂愁 也不想看到我們在負面的潛意識 耶穌不想看到我們在負面的潛意識 耶穌想我們好像一個小朋友 被愛的小朋友 當爸爸說 我們今天去哪裏旅行呢 那你就很開心在那裏笑 你也可以向耶穌去笑 神啊有你真幸福 心情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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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都会以耶稣 在我前后 欢迎我 安守在我身上 耶稣现在要按守你身上 祂在拍我们 告诉我们 你不醒不开心 有没有爱你就够了 就算周围的人对你不好 有没有爱你就够了 有没有爱你就够了 哈利雷啊 你跟耶稣说 耶稣有你爱我就够了 有你爱我就够了 哦耶稣 耶稣 耶稣 爱爱 我天天培养这种正面的潜意识 由我心里想的尽多是被爱 我是被你所爱 世人用很多钱买化妆品 就是想有人看到的时候 哇这么漂亮的 但是神话 我看到你已经觉得你很漂亮了 你不用化妆品 我已经喜欢到你入心了 哦 你不用戴假眼睫毛才漂亮的 哦耶稣 你不用戴假眼睫毛才漂亮的 哦耶稣 我爱我 神的心很甜 耶耶 没说 我爱我 你每天就要有这个甜的说话 进你的心 装满了这些甜的说话 那些人什么不好有什么所谓 见惯啦 我们都见惯了 所以不要当这么大件事 但是神的爱真的很大件事 由于我们的心灵跑得神的池外 我们是神很喜欢的人 神喜欢我们 我们喜欢到发烧 神一夜望着我们 一一夜夜望着我们 神一一夜夜 祂默然爱我们 爱着我们 一路望着我们 在我们前后环绕我 按手在我身上 祂默然在我前后 关于我 感谢耶稣 你永远已被服侍我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如果有一个人在恋爱中 他一定很兴奋告诉他好的朋友 我感谢你 我们试着有这个心情 我在恋爱之中 我们的神爱我们 比世上的男女爱我们更加重要 神啊 你见到我 你就默然爱我 你不断地在我周围 如果大яж patron 虚拐打住 你怎么感谢心 神现在都在这里 神现在都在我们前后 环绕着我们 神现在在这里笑着 抱着你 神现在抱着我们 神现在我们真是有福 当我们想的时候 神现在我们真是有福 我们身在福中不知福 以致受很多伤害 神现在我们真是有福 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们真是有福的人 Oh Yes Oh 我爱我都未愿 我爱我都未愿 主一生 我知道 我知道,你深深愛我 我的心愛無力 你是我一切 我是你觀別相報生 也是你眼中的同仁 我的心便給你 見絕所欲利 主耶穌 我知道,你深深愛我 我的心愛無力 你是我一切 我是你眼中的觀別相報生 也是你眼中的同仁 我的心便給你 完全所欲利 我們是神觀面上的寶石 為什麼寶石這麼淒涼呢? 我們不要做一些淒涼的寶石 我們是神眼中的同仁 我們是神眼中的同仁 是神很歡喜 是神會保護的 所以我們就說 神啊,我真的有福 我真的有福 我可以看到一個健康的自我形象 每天都告訴自己 我很有福 我真的有福 我真的有福 有福是很重要的 真的有福 我真的有福 虽然外面有时不太似 但在里面 神真的很体重 虽然我有时被人骂 但神拿走这些欲骂 我不需要有欲骂留在心中 神是很疼 神特别创众我 是非常特别创造的 有奇妙的计划 我可以享受生命 我可以享受自己 Halleluja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